实案处人员货报来到台中这间工厂饥茶 里面存放的是还没有贩售的古月粉 这些被检验出含有苏丹四号 依照法规是不得检出 古月粉成分就是民众所熟知的黑胡椒粒 台中大度这间厂商一共生产古月粉630公斤 已经全部出货给下游业者 目前架上产品都下架停售 至于已售出的商品持续回收中 目前回收约12公斤 台中市实案处调查 这些古月粉流入五个县市 以及25家业者 包括台中 彰化 苗栗 南投 以及新北市 25家下游业者的产品 需全数停用并下架回收 据了解业者多为零售商跟杂货店 市府说苏丹红案全台持续延烧 不少侠内业者是自主送验 这次就是自主验出 发现苏丹四号 全国公正检验公司 跟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也都检出苏丹四号 实案处追查原料黑胡椒粒 进口商是从台北市跟新北市来的 为韩文请该地的卫生局 协助追查厘清 TVBS新闻 赖崇崇 徐又翔 台中场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